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说只有专家了解到国人都能够取得的资讯非常的稀少 大家都是在这么远的地方反而会更提高他的政府警觉 那我们台湾反而是放宽这个标准 我们真的不太懂到底那个政府是对我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安全跟健康的法官的逻辑在此地方 我们真的很想听听看那个葛卫生署到底怎么样对我们国人交代 也怎么样去跟国际上面现在的趋势去相比 民间署说他采用的标准似乎比国际标准严格 但是这个国际标准是他们认定的国际标准 目前全球有很多的国际标准 别的国际标准其实都比台湾严格 从我们所会表的可以看到 不管欧盟 新加坡 南韩 甚至就连现在已经是从在发生过后的日本 他们的标准都比我们来的严格 我们会看到政府在这个的部分呢 好像我们走的东西和日本的方向差很多 所以我们在这边团体在这边呼吁 就是说我们的政府真的不能够黑箱作业 他在画一条线值 也就是画这个红线的时候 他一定要让人民来参与 我看了成若比斯库之后的一些研究报告说 其实不管远多少远 也还是有一些辐射污染 就全球一直都这样子毁流的 所以我把台湾主书人们的白米跟黑豆跟钢香菇 在日本送进去 因为我学过是白米是台湾人的此时 所以吃的量比较多 如果有一些辐射污染的话 对身体的影响会变大 然后豆类跟香菇类也是吸收辐射污染比较明显 所以可以当作一个跨国比较的一个资料 后来就他们的研究机 够给我这些分析的资料 他说如果有射的话 这个400到700的地方有这样子突出来的线 然后点的话这边有突出了一个凹出来的线 可是台湾的白米没有凹出来的 所以他们的最底线是两倍克以下就没有污染 所以我们还是很放心 可是如果台湾的那个进口食物的标准如果送房的话 每一般的食品的辐射污染还是要去担心 所以希望特别希望是针对给小孩子的进口视频的标准要严格 台湾唯一的这个实验室我们送宴了一年多 我们把台湾自己捕捞的鱼采 还有可能的回忧性的鱼类 所以我们也都做主要的一个控管的时候 我们发现唯一的官方认可的实验室 竟然也都是用没有做碎裂化的全处理 你要知道说你一个一块鱼 你是藉由做表面去检测的话 那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连官方的和可的唯一的实验室都做的检测 都是不如日本韩国或者是欧盟国家所谓的标准 对于肤色的检测是用这样的标准 请问我们民间单位我们送业有意义吗 每天要食用的大米白米455倍克不能吃 丢进台湾 小朋友最爱的日式点心零嘴 检测出来580倍克不能吃丢到台湾 小贝比婴儿奶粉195倍克不能吃 水蜜桃490倍克不能吃丢入台湾辐射厨鱼筒 我们要向辐射说不 不要 台湾不要成为辐射厨鱼筒 台湾不要成为辐射厨鱼筒 反正卫生署不保护人民食品 不及十分之一 新测评与我们吃하는大米黄和内有通知 稍微信派不餘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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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